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传材料 后面是这个表格列出来学校整个的招生的日程规定 然后需要的文件等等 像这样的也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是对应的卡 是收到了卡 然后去的 比如这是这几所名校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 然后以后我还会介绍 这是我们收到的别的卡 有综合性的大学 也有文理学院 那么我们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讲这样的内容呢 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除了移民信息呢 也有一些啊 在美国留学的信息 这个此前我们也解释了 我们的服务呢 是移民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免费的留学的信息 因为这个呢 不是我们的收费内容 很多我们的客户 移民们呢 他这个办美国的身份 为的呢 就是子女在美国发展 子女教育 所以呢 那为了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便利 更多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呢 来讲这个 包括美国大学名校录取 以及留学美国 包括上一次我们讲了 私立高中的一个选校和申请情况 那我这一期呢 我们这个视频呢 是根据我自己 亲身昨天参加的美国大学名校招生见面会内容整理的 那么这个一共是五所学校 第一所呢 是杜克大学 在北卡 第二所呢 是我法学院的母校 乔治成大学 在华盛顿 第三呢 是哈佛大学 波士顿地区 第四呢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费城 第五个呢 是斯坦福大学 在加州湾区 那么这个名校们呢 抱团取暖 一起来推广来宣讲 这样呢 可以更有效率 如果光是一个学校呢 那不一定大家都愿意去 对吧 这一次呢 我们也提高效率 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这个招生见面会会在全美国范围呢 跑不同的城市 比如说呢 此前在华盛顿 巴尔滴摩 然后呢 还会去匹兹堡 还有别的东海岸 西海岸不同的城市 那么来参加的这个宣讲的人呢 是来自学校招生办的正式工作人员 这里呢 可能稍微讲一下 大家听说过 有的人说啊 我是某某名校的面试官 这个呢 有一个语言的翻译的这个问题 一般呢 这个名校面试啊 没有专门的专职的人 一般都是通过校友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校友 正好在这个城市 然后呢 做一个这个面试 自称叫面试官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呢 应当说更正式一些 因为他们是长期专职学校来负责招生的人 那么招生办的人呢 讲过这些信息啊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呢 介绍的是前面五所大学 杜克大学 乔治成 哈佛大学 宾西法尼亚大学和斯坦福 此前呢 我们讲的呢 是另外几座名校 是我另外参加过的名校招生见面会的亲身经历 那五所学校呢 是达特茅斯学院 也是一所长青藤大学了 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还有普林斯顿大学 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还有南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 此外呢 宣讲活动的日程 包括另外有几所学校结在一起的 是布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这三所都是长青藤的大学 还有另外包括德州的瑞斯大学 可以叫莱斯大学 然后还有芝加哥大学 他们在一起 那么这些是大学 另外呢 还有这个文理学院 比如说呢 有一个宣讲会 是有四所文理学院在一起的 有Pamona College 我有同事曾经在那里上学 然后呢 有Carton 还有Swathmore 我们有一位客户已经申请批准了 他的孩子在Swathmore上学 另外呢 我自己有一位华人邻居 孩子也在那里上学 本科 还有呢Borden College 这个呢 是在美国东北部 新英格兰地区 这都是文理学院里面的名校 为什么大学有这样宣讲会呢 那当然有条件的家庭 可以访问美国大学校园 那里呢 参加招生见面会 参观校园 但是你这样呢 那一次 只能去一个学校 是吧 有一个效率问题 你如果想申请很多学校 或者想了解很多学校 大学的这个宣讲会呢 可能会到你的附近来 这样可以更简单一点 如果你不住在美国 或者不住在大城市附近 不好参加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留心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有的我认为值得讲的内容 我会给大家讲 大学有的讲的材料吧 介绍我们自己 一听呢 一刚开始听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是观样文章 但是呢 所以这个要多了解 书读千变 奇异自现 就像新闻联播里面的内容 你有的呢 人家会听的人 可以了解到动向 根据这个不同的用词等等 系的分析 所以呢 如果你参加的多了 可以更多的了解到 字里行间 一些微妙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界面会 一般讲什么呢 首先像刚说的大学的介绍 是吧 录取需要的形式 文件 是网上申请 还是网下 还是都可以 申请的截止日期等等 像这些 这个呢 很多人可能已经熟悉了 我们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以这五所名校 来作为例子 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地方 我们解释一下 比如说杜克大学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所谓呢 用的是异地 讲的是说提前录取的事情 就是early decision 就是说呢 录取了你 你就需要去 不能改 那么这两所学校呢 就比较微妙 比较好的大学 但是呢 可能不是最好的 不像哈佛斯坦福那样 所以呢 希望你来申请 录取了以后呢 你就不能改了 就不能再变化了 所以这是他们采取的这个策略 那么另一种呢 叫EA 如果纯粹的EA呢 用的是这个乔治城大学 那为什么呢 乔治城大学排名 比杜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稍微低一点 那他们希望你有尽可能 多的人来申请 如果用异地呢 那说不定人家就不申请了 是吧 觉得说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用EA呢 就是说早申请 早决定 但是呢 你被录取了以后 不是一定要去 这样呢 申请的人就多了 对他们来说有更好的策略 这都是大学的心机办法 哈佛和斯坦福呢 用的叫限制性EA 是什么意思呢 你早申请 同时还可以申请别的学校 可是私立学校 只能申请我的意思 你不能申请别的私立学校 这样呢 一看起来没有那么霸道 你录取了也可以不去 因为他们不担心 是吧 总有足够的人 你不去 有别的人会去 然后呢 你别的私立学校 那美国最好的大学 恐怕呢 都是私立学校 公立的呢 最好的只有我们附近的 弗吉尼亚大学 还有密歇根大学 还有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等等 这几所 不能和最好的私立大学相比 所以呢 这个叫restrictive EA 限制性EA 就是说呢 你申请的时候 录取你 你可以也可以不去 可是申请时候呢 作为早申请 你只能申请我这一所私立大学 你可以申请别的公立大学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单来说呢 这是大学 根据自己的排名 所处的位置 采取的不同的策略 所以这里面都要了解 当然了 除了这个早申请 一般来说 11月初就要提交上去 11月1号 然后在12月中旬 会知道结果 如果早申请被录取了 或者没被录取以后呢 你还可以再申请 叫常规的 这个申请 一般要在12月底以前 提交申请 然后呢 三四月知道结果 这个呢 就是每年有无数的 美国的学生和家长 关注的事情 这以上呢 是这些信息 有的人可能早就知道 EDEA 还有restrictive EA 但是每个学校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策略 不一定很熟悉 你要相应的分析 应对 那么大学申请 尤其是名校 需要看中哪些材料呢 这里讲一下 这个呢 都是根据大学的招生办 官员原话 那么首先当然要看成绩单 成绩单呢 有一个GPA 还有呢 你上过哪些课程 看你是不是有个主题呀 还是你的这个反映了你的偏好啊 这些课程的难度 这个成绩的走向 是说我从高中一开始到后来成绩逐渐提高啊 还是降低啊 还是持平啊 对吧 降低呢 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 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降低可能有合理的理由 然后这时候参加了别的课外活动啊 或者有家庭原因啊 等等 除了这个数字 还有更多的来自成绩单的信息 那么当然还有标准化考试 不能说没有用 这个还是一个必要条件 可能不是充分条件 但是你还要考 不管是SAT还是ACT 对于绝大多数名校来说 还是需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推荐系还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在绿卡移民 或者有的签证申请一样 也需要推荐系 申请大学的呢 有类似的地方 其中要有一封呢 来自学校的学生顾问 Student Counselor 对吧 要讲这个学生在学校里的表现 综合情况 个人信息 结合这个学校的背景 有的学校是偏重理工的学习 有的学校呢 是私立的高中 自己的传统等等 要讲到在学校的背景下 介绍这个学生的个人信息 那么推荐信呢 还要有来自认课教师的 要了解你的 是吧 那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只见过走廊里见过面都不行 然后呢 比如给你上过课的 然后要相对比较喜欢你的 能够写出比较热情 比较正面积极的推荐信 还有什么呢 那讲到这个人的课堂表现 因为认课教师的推荐信 可以让大学的录取的工作人员了解到 这个人接下来上了大学以后 他在课堂上会怎么样 课程能不能学下来 是不是适合这个大学的学艺 那么这些老师呢 相对来说 大家知道美国高中上四年 一般呢 你在高中的第三年 第四年的老师会好一些 招生人员专门提到 不要高中第一年第二年 所以你要准备推荐信 要提前布局 是吧 不能到最后一天 找到老师 你随便给我写个推荐信吧 你事先在选课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那接下来呢 课外活动 这个课外活动呢 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个呢 是学科竞赛 或者是科学方面的科研活动 这个呢 现在大家知道竞争非常激烈 可能有很多亚裔啊 华裔的这个孩子 搞这方面的学科竞赛 各种学科 或者是一些科研的活动 有数学的 经济学的 也有化学物理 生物 还有其他方面 对吧 竞赛就更多了 有无数种 竞争激烈 需要花很多时间 另外也有别的社会活动 那比如说 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呀 帮助弱势群体呀 或者到其他国家 其他的社区呀等等这样 那么大学看中什么呢 需要看你参与 这些社会活动的深度 而不仅仅是广度 说我参加了十几个社团的活动 这不一定呢 就比说参加了两三个社团 但是呢 时间长 担任的职位重要 然后呢 做过某些具体的工作 这样呢 后者可能更好一些 大学在这方面呢 会看你能够给学校带来什么 是吧 因为这些学校里呢 当然需要品学兼优的学生 但是呢 也需要有一些多元化 比如说有的例子说 动物园里如果有几十头 都是大象 看着很给人深刻印象的动物 但是动物园里要有多种动物 对吧 不能只是一种 哪怕是大象 那么这是课外活动 接下来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个人陈述 要讲到介绍是什么样的人 是吧 这个也要写的呢 要有真情实感 是吧 自己的语言 那讲呢 说我为什么要选这座学校 我能给学校带来什么 是吧 那有的说法叫 今天我以母校为荣 明天母校以我为荣 这是中国的说法 美国也有类似的 对吧 大学也要考虑到 这个校友将来能够赚大钱 给学校捐款 或者成为著名的人物 帮助学校保持知名度 保持排名 当然你还可以讲到 我的理想 将来做什么 讲出自己的实际的情况 好 这是大学看中的五部分的材料 成绩单 标准化考试 推荐系 课外活动 个人陈述 这些呢 是来自学校招生见面会的 一般性的内容 当然另外 人家也有专门的 比如个人的一些 问答的session 然后呢 有大学在一起的 也有美所大学自己的情况 那个每一个大学都不一样嘛 有的学校有海外学习的机会 一般都提供比较好的奖学金 助学金的这些条件 但是另外呢 有不同的学校有偏重 大家知道 比如说 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 沃特呢 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比整个学校的排名要更高 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是吧 川普是那里毕业的 每一所学校都不一样 比如乔治成大学呢 他原来是天主教耶稣会创立的 也讲究就是说 服务弱势群体啊 海外啊等等 那么你在申请的时候 如果你想申请某一所学校呢 你要对这个学校有更多更好的了解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题目是 怎样获得美国大学名校录取 来自学校招生见面会的正式信息 好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